大家好,想吃丹塔,不用出去买了 外面买的5块钱一个,在家做成本不到2块钱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经济又实惠 外皮酥脆,奶香四溢 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 其实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小碗中打入三个你家没有的母鸡蛋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20克棉白糖 再加入150克鲜奶 用筷子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下面用肉勺活力出打不碎的蛋清和气泡 像这样就好了,用筷子挑起来四六五段 非常的细腻 接下来准备8个超市买来的丹塔皮 里面倒入鲜内满我们打好的鸡蛋液 把每一个小碗里面再放入自己喜欢吃的果干 我这里放的是葡萄干 然后再把它端到微卜炉中 放到之后中间要给它留点空隙 全部均匀的把它放到微卜炉中 然后再把盖子盖上 咱们给它选择蛋糕模式 按启动键 开始烤十四分钟 净等美食出锅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蛋厨房飘香呀 奶香丝 看着就非常的有人 用筷子把它取出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金黄金黄的 外皮看着就非常的酥脆 一道非常好吃的蛋挞 一道非常好吃的蛋挞就做好了 放到黑色的盘中 当场说一家人就可以美味的享用了 还没等出锅 就把戈壁家小孩都掺酷了 大家看一下 颜色金黄 外皮酥脆 奶香十足 真的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 自己做的干净尾声 经济实惠 每一个都真材实料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嗯 真的是太好吃了 里面有葡萄干 鸡蛋牛奶 营养非常的丰富 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一口气连吃这一盘都不过瘾 自己在家做的塔 想吃多少就做多少 家里没有烤箱的 用微波炉也能做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绝对比外面买的干净好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点开我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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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